我最近我有一個朋友他失戀 要請看給他 你有失戀過嗎 沒有啦 就我最近我有一個朋友他們失戀 他很難過 你蛤褒跟花 我雅說 為什麼 拜託 這麼優秀 憑什麼要在那邊垂頭 賞氣 一天追我的婚嫻就會 我老公在哪 我不想要講 名字又有狗仔 我自己都不想講我在哪 我不會去講我老公在哪 但是 就是我們非常的相愛 然後我也不多說 免得又有更多新聞 可以一起 突然長了三百人上來 講我老公人數就飆上來對不對 你們這些 小八卦者 熟悉我 如果知道的話 就會知道我大概兩三 這兩三年 其實在經歷我人生的一個 很奇怪的 類似低潮的東西 其實我不太確定 它是不是叫做低潮 可是肯定是有很多 我不夠了解自己的地方 然後 所以我碰到一些脆弱 或 或一些 困境的時候 心理上的困境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反應 我甚至不知道我怎麼會變得 那麼不舒服 或是那麼低能量 人大概幾年就會來個關吧 那有些關係跟外在有很直接的關係 那有時候是內加外 然後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純粹是內 就別人看你是沒有狀況 可是你知道你自己在 經歷一個很奇妙的一個 荷爾蒙 然後很多自己 就是身體裡面感覺 哇 在有一個轉變 那我覺得 其實 我很感謝就是 嗯 現在的我 對啊 經過了這麼多的歷練 然後 一點點色源的增長 一點點智慧的增長 其實我覺得 我很享受 然後我知道 生命的每一刻 都是很珍貴 很想看我回去演戲 我現在 也會 也還是有在看劇本 但是我現在的心態是 我想要真的等到 我真的真的很適合 我也很想演一下 你要挑戰的東西 對 因為我以前 會先結 對 即便我沒有看到 我覺得很適合的 或者是我會為了挑戰而挑戰 但我現在心態改變 所以 我想要保留能量 所以我不會那麼容易的 結醒 很多人問我是不是一個人在家 對我一個人在家 對 至於我老公在哪 我不想要講 免得又有狗仔 哈哈哈哈哈 我自己都不想講我在哪 我不會去講我老公在哪 BUT 就是我們非常的相愛 對 所以說 那個 媒體的部分 就是 那個 大家在選擇自己相信的 然後我也不多說 免得又有更多新聞可以寫 但是我們非常的相愛 謝謝大家 突然長了300人上來 好 我知道了啦 我講我老公人數就飆上來了 對不對 你們這些 小八卦者 哈哈 好啦好啦 我知道很多人也不是八卦 就是愛我而已 我講一句你 甚至是 你老公人數就飆了 有什麼事 你老公人數就飆了